在过去几千年的经商历史中,中华商人逐渐形成并且传承延续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基因,后世将之总结为中华商道。 近日,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,表达了他对中华商道的理解,以及对中华商道传承与发扬的看法。 社会上有一种认知误区,认为西方是讲究契约精神,而中国是没有契约精神,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。 在历史上,我们的地权交易,我们的商品交易,他们都是要确定契约的,就按照契约来行事。 第一是自由自愿的交易,第二是互惠互利的交易,第三那就是女性守约,那遵守契约就会得到激励,如果违背契约就会受到, 惩罚,这就是中华商道的核心要义,契约精神和诚信。 从本质上来说,都是契约精神,中华文明和中华商道它具有更强的包容性。 你比如说,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去信仰宗教,而且各种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相安无事。 在商场上,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可能会更强调文达文达,讲调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我和西方的这些企业家谈到的是,基督教的文明不止这样,己所欲,施于人,他们有更强的这种拓展性。 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介绍的过程当中,很重要的一方面,就是对传统的契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。 20世纪计划经济呢,它客观上不需要这种契约。 但是呢,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渐走向完善的过程当中,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。 过去有一种人事误区,认为美国人他们就讲纯性。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,你可以看到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, 这种市场上欺诈的现象,也是层出不穷。 有一位牧师,他专门到市场上去搜查这些材料,把它卖给这种外来的这些商人。 进而就成为了美国个人信用体系的制度。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,也在逐渐的完善当中, 也在开始个人信用体系的制度、法治建设。 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完善当中。 在传统中国,基础设施界是公共设施和市场秩序的维护。 民间组织,民间组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 风雨狼桥,就是由民间组织所介绍的。 公益介绍,免费使用。 还会这些商旅行人提供免费的茶水。 那么在懈怠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, 也需要民间组体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。 政府的指令往往是强制性的, 而民间组织呢,它是弹性的。 当然它的发展也需要这个政府的管理, 也离不开媒体和社会的这个阶独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